我們就是在一卡皮箱這個活動啊 我們是來自報喜樓創意婚禮 我們是在做婚禮產業的 然後同時呢 也是將很多幸福分享給大家 那每一段幸福都有他們 很獨有的一段故事 所以在溫度當中 然後在幸福當中 跟大家分享最多感動的一刻 我們也將創意融入在婚禮當中 所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然後也可以看看我們其他呢 也所做的一些公益性的 幸福上面的活動 然後透過這樣子簡單的公益分享 讓更多人重視 幸福其實不分年紀 溫暖不分年紀 那所有的男孩女孩都可以達成 我們所想要的一切目標 希望大家能夠更幸福 我們就是在每次幸福結束以後 我們都會跟一些不一樣的客人 新郎新娘來合照 對 因為我們會希望把每一段故事都記錄下來 對 已經虧反了 哈哈 對我們就是一直都在累積啦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分享 然後這是我們創業的小櫥窗 上面有很多呢 我們的小小照片的故事 對就是小櫥窗的概念 所以就是小櫥窗 希望大家感受到那個感覺就好了 哈哈 對感受一下那個溫度 對謝謝 好 我們是來自那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創系的團隊 然後我們是職脈職 我們現在是大士生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在 呃 老師的一堂課中就是要做 創意的發想 然後要做一個 呃 一個類似 活動或者是創業的 執行這樣子 那我們當初就在想說到底要以什麼主題為主這樣子 那有發現說因為設計科系很多學生他們其實 不管是設計系或是美術系 他們會需要不同的 紙張的 呃 譬如說繪畫 或者美術系要體驗不同的水彩紙 或者是 呃 素描紙等等之類 但是其實 這些紙在美術社的開架都是 呃 就是紙張是非常大的 那個 都是譬如說四開或者對開 那他的單價相對就很高 那如果是一個 新手或是想要嘗試 這個領域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卻步 就是他買回家後 他可能 對捨不得用 或者是他可能用了 一發現不適合 那那這張紙張其實就是浪費掉 所以我們想說 那就我們把紙 呃 我們就收集了各種的 不同的國家的紙 然後 也跑了很多美術社 然後就是把美術社能夠買到的紙 我們都回來實驗 是最適合拿一個紙張的 或者是最適合什麼樣的美材去繪畫 然後我們都是有做 紙的介紹跟說明這樣子 然後 呃 就是 像 洗髮精有洗髮精的試用包 然後可能就是 試吃的有試吃的小試 試用品 對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試用紙 那我們就有分就是很多 不同的主題 譬如說有水彩的有色鉛筆 油性色鉛筆等等的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做一個紙的試用包 那 讓民眾有一個 不用花很多錢 然後就可以體驗到 各種不同的紙張 然後可以在 這種紙的試用包裡面 先去找他 他想要的紙張 再去美術社做一個購買這樣子 他就可以先確定好 他自己要買什麼 或者他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他再去購買 就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或者是 紙張 就是購買的錯誤這樣 譬如說像 最基本就是 義大利水彩筆跟日本水彩筆 他其實是在 一般文具店都可以買的到 但其實像這些 額外的紙 他其實都是要去美術社 但是美術社他們是進口的紙 不同的美術社 其實進口的紙也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去某一間美術社 這個有 那另外一間沒有 所以我們就跑了高雄的美術社 很多間美術社 把不同的紙張全部都收集過來 對這樣子 然後他這些其實都是 進口的紙張 所以他其實單價都非常 非常的安貴 對 所以就 以一個比較親民化的方式 然後比較大眾化 能接受的方式 然後 將紙張的資訊傳給大家 也可以讓大家體驗紙張的樂趣 這樣 要交換的東西 就是這本 它裡面就是有八張 適合色鉛筆的紙 然後都是讓大家可以回家自己體驗 這樣子 交換的東西讓大家可以回去著色 那其實這裡面每一張紙都是不一樣的紙 那這一張畫還要多久 一畫一張這個 其實不會很久 是喔 對 很厲害啊 對 那是 就是 像這個 三度 就 這一張紙就是用三度式水彩紙畫 那這張紙就是 它是用這個 Walking 4的水彩紙畫 所以它其實呈現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是你畫的技巧 還是 就是 紙會呈現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 同樣都是水彩紙 但是呈現出來的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 當一個畫家要先了解紙就對了 對啊 是喔 因為紙其實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不是筆喔 對 而且好的紙會讓你畫更好看 真的喔 對啊 才不會畫爛票 好的紙會有加分的效果 就是我都是用手繪的方式 然後畫明信片 畫明信片 對 你有沒有拿明信片來 就這邊 這邊就是你畫的 對 然後就是 這個印刷的吧 對 但是 手繪完之後再 再去印 對對對 然後我之前是那個 頭美術老師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在畫畫的時候 不要有壓力 是不是有啊 對 因為有些人會害怕畫 或是不敢畫 可能就是以前不好的經驗 被老師害的 對 然後 對 就是以前老師 可能就是太自視 太傳統了 那什麼東西就關你 不懂的藝術 那種 對對對 然後現在就是希望 讓小孩在學習的過程 可以比較算 走遊戲 或是畫畫本 方式 運到 那你現在是用這個是水彩還是壓克力 這是水彩 真的是水彩 對 然後壓克力的話 可能就是要到美術教室 對 對對對 你覺得畫水彩比較好 還是說畫壓克力 壓克力 它比較 小孩對它來說 會比較好控制 水彩會比較難 因為水彩它是要用水 對 它是 比較難一點的 算是 小小的LOGO 它的就是一個 山的意象 跟雨水的意象 它可以 一直蓋很多對不對 對 就是灌蓋的意思 哦 對 就是 這個明明就是你蓋的嗎 對 這樣完全變這樣哦 沒錯 是幾顆的 幾顆的 對 為什麼都要整個 做這種漂亮的照片 你可以買一些乾燥花 對 買一些乾燥花 其實都蠻好看的 隨意啊 隨意 交叉擺比較好 交叉擺 有什麼特別的一些技巧 你可以不用太整齊的擺 就是可能留一些空白 留白還蠻重要的 留白哦 對 要留一些白 然後才能出現你的東西 可是 因為我之前是有在拍攝影 所以 可能就是你的構圖 地方 要有個重心 可能我重心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不要太多 但是要搭配美女啊 沒有 就是 擺一下這樣子 這就可以了 在家裡也可以嘗試一下是不是 可以可以 這樣生活比我都不要 對 很多悠閒 我們做的那個紙張 然後就是用很多廢棄的果皮 然後 對 廢棄 就是像是洋蔥皮 對 然後這個是辣椒的 然後這個是 那個 茶葉 然後有鳳梨的 這個 這樣好像可以吃掉對不對 那是不能吃的啦 因為它有加紙漿 就是 對 對 植物人對不對 不是 不是 是不會啦 是不會啦 對啦 然後 然後 會做這個是 因為我們就是在 去年有參加一個住村的回遊計畫 然後是在大樹的榮木社區 那 在住村的時候就發現 因為他們那邊是 鳳梨的產地 然後是提供就是台灣鳳梨酥的 呃 來源是百分之八十 那 他們就是在做很多鳳梨的加工品 像是罐頭 或是果乾的時候 就是 產生非常多的那個 廢棄的果皮 那他們都是 將這些果皮丟在社區裡面 那 這就造成他們環境的一些髒亂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些果皮可以做什麼 那 因為剛好就是 紙張有很多的纖維 那 鳳梨的果皮也很多 也有很多纖維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可以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開始嘗試了 許多不同的果皮的紙張 這樣子 那這個紙現在要怎麼做 你現在了解嗎 呃 就是 用那個 廢棄的果皮 處理完 處理好之後 然後加那個廢棄的紙漿 就是 一些廢紙打成的紙漿 然後將他們打 攪成一起 然後我們是用手操紙的方式 餐飲也不會來吃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 會用手操紙的方式 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將這個技術 教導回去給社區 就是讓他們變成是他們一個 DIY的體驗的一個活動 就是跟 你有沒有看過你的作品 有有有就是我們也有教導他們 就是我們也有辦過就是 市民的那個體驗活動 對對對 燈罩 燈罩 然後 呃 對然後還有就是 想說可以 可以做成那個壁紙 對 然後也可以就是 有些花紋什麼的 對 那可以變重 或果樹 哈哈哈哈 也是可以 然後 我們也想說把它做成那個紙膠袋 就是跟一般市面上那種紙膠袋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 摸起來是有點粗糙的 顆粒感 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二等獎的由來 哦就是我們剛好這個暑假去參加了一個 兩岸 呃 海鮮兩岸舉辦的一個 公益競賽 然後叫做青春創想秀 那就是我們就是 進入了他們的 從六百多個團隊然後就是進入他們的副賽 就是六十個團隊 那我們就是在 呃 經過 呃 預賽跟決賽 那我們就是 得到就是他們的二等獎 對 然後就是我們去比賽的一個公益競賽的一個項目 對 的獎項 最高是一等獎對不對 特等獎 那你再來二等獎 對對對 也很棒啊 也是榮譽 對就是等於說他們就是 整個 去進入副賽六十個團隊裡面就是 有前十名的那個進入決賽這樣子 進入決賽就很厲害 呵呵呵 算是 那你參加這個獎以後 嗯 有沒有什麼一些想法 哦 就是我們 呃進入 因為就是 公益競賽它就是會有那個評審的提問的部分 那在評審提問的時候 真的哦 對 學習啊 對對對 然後就是覺得 就是如果沒有 呃 有沒有這個比賽我們可能就不會走出台灣 然後去跟 去建制到 哦因為我們 世界上的競爭對手還很多 對然後因為我們就是 也沒有什麼機會可能 到中國去 然後就是藉由這個機會 然後也認識了他們當地的很多 他們的公益組織 然後的一些領導的一些 呃對然後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也跟我們很多幫助跟回饋這樣子 在大陸大地一方也只是 我們競爭也是很大嘛 對然後他們也會就是說哦 你們可以像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組織叫恩派就是公益組織 然後他們聽完我們的就是一些 提案之後他就說 欸你們可以跟他們那個 中國他們有一些團隊是做那個廢料 就是橘子的 橘子品的 然後就是可以跟他們合作啊 然後就覺得就是還不錯 對 你下次要去你就再去吧 對 哈哈哈 好啦謝謝 好謝謝 怎麼印象 我 但是爸爸媽媽有跟我說就是 我那一天是 在一個發燒加感冒的狀態 再去參加活動 然後我就 好像沒有哭 但是我就在車子裡面 然後發高燒 那我第一名是啊 哈哈哈 那你爸爸帶你去的啊 爸爸媽媽 媽媽有去啊 祝福 阿咪鬼就是那個 這個跟這個是我 那我喜歡說你吃飯過來 嗯 那我跟那個過來 其實 你夏天還是什麼店 呃 忘了 忘了 應該是 還短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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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環保理念 真的 那你原來現在是什麼 不可能沒有電啦 這什麼 啊 他們速度啊嘛 我這邊就是我把所有我出去旅行的東西 把在這邊 然後像這個就是我那時候會帶著大背包 然後這是我們 這不會很重 真的 全部的東西 大概 十一二公斤而已啦 還好 就車咧 他們印度不是 就是杯子啊 這樣站你的位置 對啊 因為我們有 我們會把那個印度他們人蠻有趣的 就是他們把 車子 行李這些全部直接丟在車子上面 然後用一 不會耶 很奇怪 因為一條線固定 可是就是 都在 推上去 你說 我們有坐都督車 都督車就是沒有門的那個計程車 沒有沒有摔到 很可惜 但是我們在路上的時候 印度人他們的文化是 很奇妙 他們喜歡在路上狂按喇叭 所以基本上 你開在馬路上 一條過去 你從來不會聽到喇叭 還有間斷的聲音 一直巴 一直巴 對 他們很開心 也是會跟著 車上聽音樂 就跟著音樂巴 車上還有音樂啊 對 很開心啊 就是又聽音樂 又巴 所以街上其實蠻吵雜的 然後路上 偶爾會有牛經過啊 什麼的 然後 人經過的時候 車子不會停下來 但是牛經過的時候 車子一定停 對 對 因為他們非常尊重 聖牛 那你當晚有人去他們做什麼 一般路人 其實很容易有那種就是 說 一樣是 就是こんにちは 或者是 안녕하세요 可是我們就是要跟他們澄清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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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台灣 有一些懂台灣 有一些懂 有一些不懂 有一些懂 有一些會說 喔 什麼 你們有台北跟高雄 喔 對對對 有一些 對阿 然後這個是我在印度的孩子 你在印度的孩子是講清楚什麼孩子 是我在印度就是我們機構裡面的孩子 我們機構裡面的孩子 然後我們那批沒有任養就是陪伴 這個也是 然後這個是 這是我 你怎麼知道那個聯合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離開那裡了 所以很難過 對阿 所以就 沒有掉眼淚阿 我們在假裝很傷心 但其實是真的很傷心 然後 你怎麼跟他們溝通 怎麼亂溝通 因為 他們也不會英文 所以 對阿 只能手語 但是他們都其實 很了解 這些是 我在蒙古的時候 小朋友寫給我的話 沒有阿 英文 對阿 蒙古的小孩 我們去了這個機構 他是一個孤兒院 然後創辦人是澳洲人 所以這個澳洲人 把這邊的孩子們的英文都教得非常的好 對阿 正面背面都有 還有寫我愛你 那也是 這樣沒寫的喔 對 有一個女生會中文 對 他們其實教育成 這是蒙古他們特色的鞋子 然後我是問 我們當地的 就是一樣在蒙古的孩子 就問他說 對阿 其實這雙超便宜的 台幣大概 100還300吧 我也忘記了 你買這麼多 這個又要回來賣阿 這個沒有 這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這個是 就是 知道 蒙古人他們不是會喝麻奶酒嗎 然後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用來釀麻奶酒 就是小吊式 他們沒有用那麼小啦 用大的 釀麻奶酒 然後他們的袋子 然後這一個呢 是湯匙 這個湯匙是用來在麻奶酒釀完之後呢 就是 搖出來第一池 然後灑在大地上面 季天 第一池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對 然後這是傳統的鞋子 那你有沒有去穿看看 沒有 所以我買了這個 那個鞋 然後這個是 你有沒有大象 沒有 這是印度的 然後直接買一整包 然後想說 印度很具代表性 對阿 而且蠻精緻的 還蠻可愛的 對 印度的大象 然後這也是印度的孩子 他怎麼會長兩個鬍子 好像小孩子而已 他才 他16 16歲吧 這個這麼漂亮 這個是你嗎 對這是我 這是我在蒙古的據點 然後這邊是一整片大草原 然後這邊是山 然後山頭在這裡 我們有爬到那個山上去 然後有看到就是當地的 就是少女 在山頭祈禱 這是我 我跟蒙古的小孩 這是我 這是蒙古的小孩 沒有騎馬 沒有坐車 這是門口 後面是馬 可是我好像沒有帶騎馬的照片 沒有去騎馬 這個是他們的香菸 對阿 因為我就問當地人說 你們蒙古人都抽什麼菸 然後我也想買一個帶回去 結果我買了 才發現 這是美國菸 這是美國菸 還有景過標誌 七了會變黑的 對對對 美國菸 這個是 因為蒙古人他們主要宗教信仰是 藏傳佛教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他們 寺廟旁邊的一個小 沒有啦 旁邊的一個小商店買的 是紀念品 它不是那種不能碰的法器 它是法器 好像是用來驅鞋 或是幹嘛的 那妳會不會學起來 我不會 我不會 對 然後我是就是學校 因為是高雄人 所以是學校 玩社團是玩熊友會 然後我是熊友會的會長 然後我們就是在 我是用盡各種方法 想要把高雄跟屏東 就是我們南部區域的文化 推廣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介紹 高雄跟屏東 然後直接 就是把這個傳單在學校裡面 整個大量的發出去 高雄加屏東 對 是屏東 然後裡面有一些 我們賣的特色美食 還有後面給他們玩一點點看 什麼東西在哪裡 就是想要讓台北人多知道一點 我們南部人 對啊 然後這些是社團的照片 這個是去高雄的就是民族大 國小服務 欸這個不是 這不是民族大 這個是屏東的 屏東的學校 竹田國小 起泡枕 因為 對啊 因為那時候為了要就是 籌備這些東西 然後太累身體就出問題 所以這邊全部起泡枕 對 現在已經好啦 現在已經好啦 嗯 我以為是你們那麼漂亮的背影 這兩個是 一二三 是我 今年暑假的時候我去歐洲 嗯 然後算是自助旅行 這個是 棺木嗎 不是它是 呃 紀念碑 紀念猶太人的 然後是 不是裡面沒有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正常的 它是整個就是設計來就是 紀念猶太人 然後旁邊就是布蘭登堡們啊 還有一些聖利女神柱 就是一些 很有名的那個 這個有點像妳 這真的是妳啊 這也是我 然後 被破壞森林去亂畫 不是這個是在蒙古的據點裡面 然後他們 他們提供我們一面圍牆 就是讓我們在這面圍牆上面 把我們想要畫的東西畫上去 然後這是跟小朋友一起合力畫 嗯 那這個妳是介紹什麼東西 這就是我們在德國 因為我本來不太會煮飯 可是 因為自己被丟到國外去之後 就必須要自己煮 不然外面吃太貴了 所以就自己煮 然後看起來還不錯 對啊 感覺有點像餐廳 這個是爬到蒙古的一個 國家公園裡面 一個很高的高山上面 然後在最高的石頭上面拍照 嗯 在這麼多地方跑過之後 我是覺得 出去之後眼界真的會開 然後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 就是 每個人都值得 不管是一次或是很多次 讓自己 把自己丟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去闖闖看 然後會看到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一面 我覺得 像我剛到印度的時候 會有點怕 然後就一定要三個人抓緊緊的 然後才敢走 可是到德國去的時候 就是走 欸 德國跟捷克 走在路上其實 就會有很多流浪漢 路上 特別是捷克的車站一出來 非常多流浪漢 跟就是要跟你討錢的人 然後還有路上一些瘋子 可是 就是 你就是要變得很兇 叫自己要焊起來 你要保護自己啊 所以比如說 我的護照有被偷過 然後他偷完就是 反正他發現那裡面不是錢 他就是把他放在 對 放回來 嗯 就是自己焊起來 後來有人戳到我 或者是不然碰到我的包包 我都會轉過去瞪他 就是 不可以這樣 不要亂碰我的東西 也沒有 對啦 就是女生嘛 一定要扭桿站出來 一定要捍衛自己的權益 一定要 把自己丟到 不一樣的環境去挑戰自己 讓自己看到 不一樣自己 嗯 這是台東大學的學生 對 對 台東大學的學生 然後 我們現在是大三 然後 我們是大二的時候 就是上這門課 然後是微創業 就是教我們 如何從零到有 生產出自己想要生產的東西 然後自己當一間小廠商 然後 學習如何去跟廠商 就是談價格 然後 也訓練自己的口條 跟 說服人的能力 然後我們這一門課 不只是設計出自己想要設計的東西 更是要解決社會上的需要 就是發現需要解決需要 然後我們就設計出這個產品 就這個產品呢 就是 可以分類的零錢包 所以我們叫做不凌亂 就是 有時候在排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喔 怎麼零錢那麼難掏 後面就好多那個 人就是有那種眼光 然後你就覺得喔 好可怕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解決了這個需要 然後發明了這個 分類的零錢包 對對對 然後我們當然有實際的東西 可以展示給你看 對 然後主要就是 在過程中學習如何去 呃 如何去跟廠商說 我們是小成本 所以能不能 就是比較低的價格 讓我們有實現自己的夢想的機會 對對對 當然 當然 不是所有廠商都願意啊 所以你要 訓練自己的口條 說服人家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就是 多少錢做多少事 然後努力做到最好 對 然後其實因為我自己也想要創業 所以也藉由這次的課程 然後了解到創業其實不簡單 對 對 可是我們就是要說服廠商說 我們是玩真的 對 我們是玩 對對對 因為其實這門課不是只有我們這一間 因為我們是 呃 大家有興趣的學生 然後自己組成團體 自己進駐 對 所以其實 呃我們是一間大的 平台叫做創司行 然後我們是裡面的進駐廠商 我們叫做不只是設計 對對對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官方粉絲 就是 看看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我們實際的產品 我們有四個不一樣的花色 然後這是我們的Logo 我們叫Not Only Design 就是不只是設計 對對對 然後這是我們主要的產品 就是裡面有分隔 就是你可以放不一樣的零錢 然後你就可以解決上 解決掉你那個零錢很散亂的問題 你也可以不用再害怕後面的眼光 或是怕人家等太久 對對對 然後 這邊是我們的書卡 就是我們現在今天的活動是說 填問卷然後就可以拿一張書卡 然後進行兩點半的抽獎活動 對 這也是你們自己設計的 對這也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然後這邊都是我們的 然後這邊都是我們的 對對對 然後這些字都是我寫的 對對對 就是 就是因為有些體悟上 然後自己也喜歡寫詩 所以就跟創作結合 對對對 謝謝 所以你們這個盒子也是自己設計這個底圖嗎 底圖是挑的 就挑步調很久 對對對 謝謝 卡 然後歡迎大家來 這次很開心能夠參加就是高雄市 女性全區出境會所辦的那個 國際女孩日在高雄 然後其實這個活動就是主要就是要 鼓勵很多女孩們突破一些框架 然後認真的做自己 因為在很多社會的框架下 其實女孩是被束縛住的 那要怎麼樣去勇敢做自己 然後做一個很棒的女孩兒呢 其實就透過這個活動 希望讓更多人看見 女孩的不同樣貌的美麗 那這次我很開心 我那張照片 是我跟自己親吻的一張照片 就是身為一個勞動的女孩 就是在國定的假日 就自己一個人去北投的小溫泉旅行 然後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說 那邊有鏡子 然後我就發現 好像我的人生裡面 沒有機會好好的親吻過自己 那我就認真的 就是跟鏡中的自己玩了起來 然後好好的親吻自己 然後告訴我自己說 我愛你 就是我愛我自己 我以我自己的存在 跟身體為榮 然後而且我現在是26歲 然後又剛好單身 我就覺得 哇這個自由的時刻 這個自由的時刻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真的很感動 這個這個這個此刻這樣子 那但是就變成說 主流的媒體啊 一直都會去告訴女生說 只要你過了25歲 你就應該要好好保養啊 你開始變老啦 然後青春會消失啊等等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26歲這個年齡 反而是經歷過一些經驗 有一個社會歷練呢 然後也更了解自己喜歡什麼 跟不喜歡什麼 反而是一個美麗的開始 它是我美麗綻放的開始 我覺得所有女人都是這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說 今天還想要特別在表達的是 因為 因為有國定假日 我們能 因為好好我現在在公會工作 所以我們很重視 勞工的權益的保障 所以我有好好的休息日 可以去讓我 好好完整的跟自己相處 好好的做自己 所以因此我覺得 我們不只要捍衛女性的權益 我們也要捍衛勞工的權益 因為捍衛勞工的權益 我們才可以 就是在休息日完整的休息 好好的做自己 然後 國定假日不是休息日 跟那個跟休息日不一樣 我要堅持要有例假 哈哈 對對對 所以就是要 那個不只要捍衛女權 也要捍衛勞權 然後更要拒砍 七天假 就是 然後我們是晉級的勞動女孩 對 我覺得 就是現在越來越多女性 都是從事勞動 我們是很重要的勞動者 那我們更需要 有好好的國定假日 好好的休息日 所以 我們要捍衛勞權 站出來 大家好 這裡是 深山裡的麵包店 我們是 來自 娜瑪夏 打卡諾瓦裡的 一群婦女 那 深山裡的麵包店 其實是 在我們 爸爸風摘之後 因為我們回到部落 那時候是在想 如果 我們在整個重建 如果沒有電 然後交通中斷 那 我們 留在部落生存 然後 再進行重建的 我們 族人該怎麼辦 那事實上 原本我們 本來就是一群 基層的婦女團隊 特別是在 八八風摘 我們一起照顧 留下來的 孩子 跟沒有辦法移動的老人 所以 其實在 八八風摘剛回去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在做 部落共識的食物 那那個時候 我們有碰到一個 高雄烘焙達人 武科級老師 是一位 很溫暖 很友善的 武科級 烘焙老師 那時候 他也看到我們 這群婦女 留在部落 也在想 在那麼大的風摘 他作為一個 高雄南部人 他的一個 的一個漢人 他怎麼陪伴 部落的進行重建 所以那時候 他就說 他的專業 是做烘焙 那 但是他又怕 因為這個也不是 我們在地的 傳統食物 所以 那時候 他就很謙虛的說 我看到的是 你們留在部落 如果 遜奇 那你們的 生計 維持生存 這件事 該怎麼辦 可是 這個會不會跟你們 傳統的 食物 會有衝突 所以 其實他的進場 算是一個 很低調 跟 有跟我們做很多 討論的 那 當時因為我們 真的是面臨 特別是 汛奇 完全都沒有路 那 如果沒有物資 怎麼辦 所以 那時候我們也在討論說 為了留在部落 重建 我們就 蓋一個窯 那這個窯 是因為 如果 就算是沒有電 沒有路 可是 麵粉是可以先囤積的 然後 部落 我們在部落 我們有的是木材 也有的是水 還有 包含我們在重建的時候 我們也開始做 友善土地的自然農耕 所以 那時候跟老師討論說 如果所有外部的資源都沒有了 可是我們如果有一個窯 然後沒有電 我們可以自己做面食類的食物 然後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養活我們 部落的 留下來 那當時沒有辦法移動的人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 把這個 命名為 願景瑶 那 這個願景瑶之後 其實後來 我們也開始用 老人 種的南瓜做 對 對 對 那個老師就是在想說 柯杰老師就是看到我們 留下來的 都是比較辛苦的老人跟婦女 然後他也在幫忙一起思考說 那其實如果我們要做更遠的去思考 跟互相照顧 因為他最大的一個目標還是互相照顧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想 搖好這件事 後來所以他就幫我們研發了一些 就都是用當地食材的 所以就開始有老人的南瓜進藏 然後開始有婦女的薑黃進藏 然後也開始有一個是 紅梨當然是不用 紅梨 小米 甚至我們最近也開始研發用 我們講的是樹豆 就其實老師開始一直不斷地跟我們 是 然後他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因為後來我們的這個吐司有慢慢做起來 因為他也是沒有放防腐劑 沒有放蓬鬆劑 他其實是天然的 後來也慢慢受到大家也慢慢聽到說有一個 院井窑有一個麵包 後來我們就慢慢地再繼續變成深山裡的麵包店 深山裡的麵包店我們其實有登記了 但是他的重點是我們開始在想 其實重建到最終我們仍然希望是可以留在部落永續 所以生態人跟土地是可以永續的生存 所以我們所有的食材也都是用盡可能的用部落 比如說我們也開始有紅肉梨吐司 紅肉梨吐司也有桑聖吐司 對水蜜桃還沒 我們也有桑聖吐司 梅子目前還沒有去紅肉梨南瓜 那重點是在於 其實所有現在我們 你們每買到一份南瓜吐司 其實那個南瓜都是長輩種的 那每買一份吐司 你其實就幫助了部落長者在種的南瓜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所謂的照顧工作 它應該是比較有尊嚴的 而不是讓老人家覺得 我只是失能被照顧 所以我們就很鼓勵我們的老人跟婦女是 你放心的把你最乾淨的食物種出來 那這些東西我們其實深山裡的麵包店就會採購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吐司 是因為原來我們的每一份吐司 是婦女然後老人一起努力在找 留在部落生存的一個所謂的人跟土地 跟生態怎麼和諧共生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深山裡的麵包店 還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目前我們這個吐司 你們如果上網Google 深山裡的麵包店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動態 對深山裡的麵包店 Google一下你們就可以找到 那馬相 那訂的話其實 就是我們有臉書 也是深山裡的麵包店 對你就可以打 對宅配 那我們在高雄大寮有一個取貨站 對 077821618 這個是我們在大寮的取貨站 對就可以來跟我們預約 訂購我們的深山裡的麵包店 我們都是因為我們的吐司 我們所有的原料都是最新鮮的 所以我們是採預約制的 就是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就會幫你排進來這樣 就是排隊 我們都是希望是最新鮮的食材 來送到每一個客戶的手上 謝謝